尊敬的诸位法师 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我们这两堂课程一起探讨 修身为本 教学为先 大学有一句教诲讲道 治天子以至于庶人 医事皆以修身为本 上道天子 下道平民百姓 他要把国治理好 把家祈好都要以修身为本 在《全书之要》当中 有讲到春秋五霸 其中储庄王是五霸之一 他接掌储国 他去找一位很有学问的人叫詹和 这个詹和住在乡间 他得走很远去请教 这个祖宗的宗庙 设计 我来继承 我应该怎么把国家治理好 这个詹和说了 陈只知修身 不知道治国 不懂治国 祖宗庄王听了有点着急 我跑这么远来 就是要向你请教治国的方法 你得赶快告诉我 这个詹和 刚刚讲是很谦虚 只知道修身 不知道治国 这是一种迁退的应对 庄王可能有点急 没有感受到对方的用意 接着这个詹和说了 陈观察历代君王 没有一个君王身修 而国家乱的 也没有一个君王 国治了 可是他的身不修的 从来没有的 所以君王你今天问我 治国之道了 我得把根本跟你讲 我不敢跟你讲 自末 所以如你讲君子物本 本利而道生 所以大学这一句 一是皆以修身为本 这个对我们经营家庭 经营事业 是很重要的指导 而这个修身 其实就是学会做人做事 也不是很玄的 我们老祖宗要总结 整个做人做事的根本 我们以前读书有读过 不知道大家读过没有 叫青年十二手则 他能指导青年 其实也是指导一切的人 有十二个条目 整理了很全面 都是跟做人做事有关的 那首先第一条 孝顺为其家之本 百善孝为先 孝心开 百善孟子在孝经当中 有讲到 福孝 得之本也 道德的根本 德行的根本 教之所由 身也 教育要从这里开始 假如办教育 也没有教孝道 那就是没有根本的教育 就像师长蒋经说的 花瓶擦了花 没有根 只能好看一两天 就哭掉了 甚至会发错了 今天我们教住的孩子 很会考试 很有才艺 但是假如不懂孝道 那他组织家庭 他到单位去服务 真的能把家 把工作做好吗 所以俗话常说 忠诚出于孝子之门 假如他没有孝道 他能成为忠诚 那礼记当中 有一句教诲 很重要 是在婚姻当中 提到 男女有别 而夫妇有益 男女 在家庭的责任当中 分工合作 互相感恩 互相尊重 男女有别 而后 夫妇有益 夫妇之间有情意 有恩意 夫妇有益 而后 父子有亲 这个次序 我们要 用心去体会 古人这个 而后 而后 都是告诉我们 要知所先后 所以夫妇有益 而后才 父子有亲 父子有亲 而后 君臣有正 这个君臣关系 用现在是 上下级关系 这是出社会了 但他的根基是 父子有亲 他懂孝顺 可是他能对父母孝顺 是因为父母 有演出和乐的 家庭氛围给他 假如夫妻 常常吵架 这个孩子 每一次要推开家门 还得深呼吸 几次 才敢推开这个门 那这个父子有亲 可能就不容易保持了 所以记得师长 刚到澳洲 被邀请参加 和平学院的会议 好像是昆斯兰大学 大家讨论 怎么让社会安定 世界和平 很多专家都讲出方法 用外交 用经济 甚至还有用武力的 大家都讲完了 师长最年长 请教老人家 老人家的言语 都是很懂的 教育 从事教育 那当然不只是老师 我们当父母 甚至当领导 其实都是要懂教育 我们才能坐之师 坐之亲 坐之君 老人家就用辟语 所以当父母老师 很会辟语 很会讲故事 师长说的 你们要解决问题 就跟我们中医治病一样 要先找到病根 才能对症下药 在场的专家一听 对啊 有道理 病根在哪呢 病根在家庭 夫妇不合了 那孩子从小 他就没有看到 和合和的处事方式 那他除了家庭 怎么跟人家和睦呢 我们曾经遇到一位男士 他说到 他父亲常常对他发脾气 还打他 他说我啊 以后当父亲啊 我绝对不这样啊 后来他结婚了 有了孩子了 非常 无奈的 单 这个恐惧的 说到了 说我现在对我的孩子啊 我还是打他 我不想这样啊 我控制不住了 所以父母对孩子的影响 潜移默化 所以为什么老祖宗这么重视 婚姻这一件事情 你看婚礼非常隆重啊 因为男女结合成为家庭啊 它是社会的一个细胞啊 细胞健康了 器官就健康了 家庭安定了 社会就和谐了 所以古人他观察事物啊 他都要找到那个根本在那里 所以社会要有忠诚呢 拉回来得要叫孝顺了 孝顺怎么叫夫妇要和乐啊 那这个孝心开啊 百善皆开 这个在路则孝当中啊 我们可以感受比较强烈 我们看八德 孝涕忠性 礼义廉恋 仁爱和平 有这十二个德目 我们观察这个涕啊 从哪里来的 兄道有地道公 兄弟目孝在中 中 中从哪里来了 有没有可能一个人 不孝顺父母 但是对国家很忠啊 他没有基础啦 对他恩德最大的人 他都不敬忠 他还对谁敬忠 曾经有一个 非常大的慈善团体负责人 他见到师长啊 就跟师长请教了 说我们给很多贫困地区 资助 经济上啊 财务上都有 怎么帮助越多的地方啊 索取更厉害 不感恩 师长说到了 他连他父母都不感恩啊 他怎么会感恩你啊 资恩报恩的源头活水啊 在孝道上啊 不爱其亲 而爱他人者 为之背德 违背道德啊 不敬其亲 而敬他人者 为之背离啊 所以中华文化是 顺着人性的教育啊 我们的祖宗 有高度的智慧 通达人性啊 他观察到人之初性本善啊 人有明德啊 要从哪里 把他显发出来呢 从孝亲尊师啊 所以 入则孝当中提到了 亲所好 立位聚啊 立位聚家 他会尽心尽力啊 要记得 我十几岁的时候 我的三叔 他是 读到博士毕业 我当时 我当时才十几岁 他说 他们下了课啊 还 以前十几岁读书 下了课 到田里啊 去帮忙 干农活啊 然后抬起头来 看到这个 有这个车辆经过啊 他就会想啊 说啊 父母实在太辛苦了 自己好好读书啊 以后可以让父母早一点过上好的日子 他尽心尽力把书读好的动力在哪儿 孝心 所以这个亲所好立位聚啊 这就是 尽忠的 存心 也是从孝引发出来的 信 当然是先 守父母的性怒啊 父母命 行物难啊 假如 父母交代他的事 他的一拖再拖啊 客户交代他的事呢 他马上就去办了 那大家想一想啊 这个人是不是 很所幸若啊 他是看在 钱的份上啊 这个不是真正 诚信哦 我们东方的诚信啊 是跟什么 是跟良心 加在一起的 现在公立社会的诚信啊 是为了 我到银行去借款啊 还借得到啊 可是假如我 一次不诚信 可以赚到我这一辈子 花不完的钱呢 那请问这个诚信还会守吗 就不一定了 陈德 看过 美国一家安然集团啊 非常大的集团 最后被几个 什么CEO啊 财务总监啊 就被这些最高阶的人 给弄垮掉了 请问这些人 他在银行的诚信怎么样 没有任何问题 可是最后他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 他的衡量啊 我 我只要这一次这么做了 我后面就不愁吃穿了 所以这个诚信啊 也是要发自真心啊 发自性德啊 这个才是能够长久的 好 所以 孝涕中性 从孝啊 延伸出来这些德行啊 礼 父母呼应勿缓 父母叫须敬听 非常恭敬父母 这是礼 古代有一个读书人 元朝啊 消道瘦 他惹父母生气了 惹母亲 当时候只有母亲在 他马上觉得很惭愧啊 拿着家法呢 光光静静跪在母亲面前 请母亲啊 责罚 那母亲啊 拿起这个棍子 处罚他 处罚完了 他恭恭敬敬的 站起来 这个礼拜 谢谢母亲交召啊 然后站在旁边 等到母亲 这个脸色啊 因为刚刚惩罚过他了 脸色已经露出啊 笑意了 不再因为他生气了 他才敢离开啊 这个恭敬的态度啊 就在跟母亲的应对当中 表现出来了 再来离异 很有情意啊 第一次归说到啊 这个三三年 常悲业 父母离去三年了 他常常啊 因为不能孝顺父母而难过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 欧阳修先生写的双刚千表 里面提到啊 因为他的父亲啊 去世的早 他母亲就跟欧阳修提到 我刚嫁到你们家啊 你的奶奶啊 爷爷 去世刚不久 你的父亲 只要有好吃的 他一看到啊 就流泪了 哎呀 父母不在了 祭之风啊 不如养之伯爷啊 祭世的时候摆得再丰富啊 都不如啊 父母还健在的时候 可以 哪怕是 这个青菜豆腐啊 都更有意义啊 那他母亲看到自己丈夫这个景象啊 想说啊 刚去世不久啊 正常 结果后来啊 他父亲一生 只要看到好吃的 都是流眼泪 结果 这个太太啊 这个 就跟 这个当 妻子的人 就跟自己的儿子讲啊 说你的父亲是自孝啊 他的后代啊 一定会出 动良人才 这个太太 常常在自己孩子面前 讲自己丈夫的好 丈夫的德行 这个父相念恩呢 这个孩子 对自己的父母啊 终身恭敬敬佩 这样的孩子人格非常健康啊 这个父子友情啊 保持终身 所以夫妻有一个很大的忌讳啊 就是在孩子面前批评另一半 这是大忌啊 这是对孩子的内心最大的伤害 他的天性就是最尊重他的父母啊 小孩三四岁 讲话 十句里面啊 可能有三四句开头都是什么 我爸爸说啊 我妈妈说啊 所以一切法得成于忍啊 得忍住啊 不要批评另一半啊 不然孩子 父妹的影响很大 在成人的世界里啊 我们是要用真心去感动对方啊 而不是用道理去 要求批评对方啊 我们的心念有要求跟批评啊 我们已经不是用真心了 真心才能感动真心啊 今天另一半有不对 我们不讲 他有一点优点啊 我们就在孩子面前赞叹他 人有良心啊 他看到妻子这么做了 他会感动啊 他会想啊 我才这么一点好啊 我太太就这么肯定赞叹 让我在孩子面前很有尊严啊 那我不能辜负他的肯定 他的欣赏 这一份只念他的好的心呢 就把另一半的善根呢 换醒了 好 所以这个 商三年长悲夜 很有情意啊 你看路则校里面 每一句都彰显了 从校延伸出来的德恨 他不贪心啊 他不贪心啊 他有连结啊 此 得有伤 宜亲修 他修此心从这里出来了 人 想到自己就想到别人 东则温 下则静 他对父母啊 体恤倍智 这个心内化了 他会用这个心静去爱别人了 那他不管干哪一行啊 他都能够东则温 下则静啊 他的事业也一定做成功了 诸位 老师 诸位家长啊 大家有没有遇过哪一个 社会当中啊 公认成功的人 他说啊 我今天之所以成功啊 就是因为 我小时候 有一次考试 数学考一百分 我中学 哪一次考一百分 大家有没有听过啊 没听过啊 我观察 一些被公认成功的人啊 他被访问的时候都说啊 我今天有一点这样的成就啊 是因为我小时候 我妈妈告诉我啊 要学会吃亏啊 不要跟人计较啊 都是这些做人做事啊 那有羞耻心的人啊 就有勇气啊 支持竟忽勇啊 他不愿意让父母丢脸啊 不愿意让父母伤心难过啊 他就会去提升自己啊 这个人 这个东则温下则静 爱 轻有急 药仙长 昼夜事 不离床 对父母这一份爱 非常细致啊 又很有耐性 不辞劳苦 和 轻有过 见死根 疑无色 柔无身 很柔和 平 随时都心平即合啊 不起情绪啊 弟子归说 豪气随 踏无怨 他劝父母啦 父母不能接受啊 还给他发脾气 甚至打他 他都不往心里去啊 那这样的人出社会了 他人的不好啊 他不往心里去啊 他人的好啊 他懂得感恩 懂得肯定 人际关系会好啊 所以这个 孝顺为其家之本啊 那 陈德啊 也常跟大众交流到啊 我们跟人相处 所存在的问题啊 根源 很可能都是 跟父母的相处 孝经当中 有说啊 爱亲者 不敢误于人 敬亲者 不敢慢于人 因为孝道啊 是开发人的 明德 自信 他开发出来了 他以对父母的态度啊 对待他人 所以孝经有讲啊 交以孝 所以敬天下之为人 父者也 交以涕 所以敬天下之为人 凶者也啊 他这种 感恩父母的心 当面对人家的父母 比方同学说 这个是我父亲 这是我母亲 他很自然那个 对父母的 一种态度啊 就提起来了 我记忆很深刻啊 小的时候到同学家 同学说 这个是我姐姐 那我有两个姐姐 我一听到 姐姐 我们那种尊重的态度啊 就提起来了 所以跟人相处不好啊 这个源头啊 跟父母相处了 而地址规当中啊 有 有 比较具体指导啊 我们 怎么孝轻 那我们走到学校去啊 老师叫师父啊 一日为师 终生为父 所以我们对父母的态度啊 很自然 移到啊 对师父了 当孝与佛啊 常念师恩 那在古代啊 他出了社会 到了朝廷当官 国君叫什么 君父啊 大家看这些称呼啊 其实我们整个 社会国家 都是从家庭的伦理啊 很自然一直延伸发展开来的 那等于是 对父母 对老师 对领导 这些态度啊 是相通的 所以我们发给大家 这一张讲义 这个七个即使 它是我们呢 为人子 为人学生 为人臣 应有的态度 我们现在学大臣 学传统文化 我们不能学高了 好高物源了 我们学不扎实 就像我们前几天提到 李秉兰老师 编了常理举药 学这个常理举药 是让人家不讨厌 我们大臣 我们大臣佛法是 菩萨所在之处 让一切众生生欢喜心 但是假如我们 能基本的这些常理 怎么去应对 被静对去尊重人 我们都没有注意到 那我们可能一些生活的习惯 就让人生烦恼了 怎么可能所带之处 让众生生欢喜心呢 那现在人的根性 比起李秉兰老师 那个时代又再降下来了 所以师长说要扎三根 就像地址规里面讲到的 自观福有定位 勿乱顿自污秽 我们到团体里生活 很多公共的用品 我们随手拿了 拿到自己房间里 忘了拿出来 到时候人家刚好要用 就找不到了 所以我们不把地址规 好好去落实 我们不要说所在之处 让众生生欢喜 可能每一天都会让人家生烦恼 包含我们现在通讯方便 但是也要注意 跟人家打电话的时候 人不闲勿视角 人不安勿化老 我现在打过去 是不是他吃饭时间 是不是他睡觉时间 记得十几岁的时候 父亲就说了 九点半以后 不要再给人家打电话 说不定人家已经睡觉了 这一份理静的态度 都是要在这些生活的细节当中 我们能提得起来 能考虑得到 所以能做到这七个及时 才能让父母老师领导安心 我也曾经听过这个企业家说 有点无奈是什么呢 这个父母带着孩子 他的孩子已经在他的单位上班了 然后这个父母就跟老板说了 我的孩子比较不懂事 你以后要多包涵 多包容他 我们想一想 企业团体找人来是为了什么 让他能够发挥所长 在单位当中服务 所以当父母应该很用心 好好把孩子做人做事 给他培养好 自己没有进这个心了 还带着孩子跟老板说 你以后多包涵 那我也曾经听过 这个当董事长的人说 哎呀我请了一个秘书 这个年轻人当秘书 结果我这个董事长变秘书 秘书变董事长 我交代个事都要我去追他 不是他来听心我了 所以这个 入则孝这些句子没有做 就颠倒过来了 这个孝子变成孝顺儿子 这些现象就会很奇怪了 好那我们来看 这个七个吉时 当然我们看的时候 大家可不要边看边说 你看我儿子没有做到 我女儿没有做到 知为人子 而后可以为人父 知为人臣 而后可以为人君 知所以 会侍人 会侍奉人 则之所以死人 一个会侍奉领导的人 他以后才能做好领导 一个人会做儿子的人 他才会做父亲 会做下属的人 他才能做领导 因为当了领导 要教下属什么 教他怎么做下属啊 当了父母的人 要教孩子什么 教他怎么孝顺啊 那我们要先会了 我们要先升教了 那效果就会很好了 第一个呢 及时关怀 养父母身 所以我们敬孝啊 养父母身 养父母心 养父母之志 像司马光先生 司马谦先生 完成死记 因为他的父亲临终 他父亲也是死官 嘱咐他一定要写出 一本千古俱众 他纵使 受到很大的屈辱 但是因为父亲的这个交代 他忍辱负重 最后成就了死记 这是养父母的志向 再来还有养父母的智慧 清有过 见识根 这是养父母之慧了 我们看到呢 养父母之身 有一些相应的句子 冬则温 夏则静 沉则醒 婚则定 清有吉 药仙长 昼夜事 不离床 是诸父 如是父 是诸兄 如是兄 这个对父母的关心 也延伸到 延伸到 长辈 伯父 叔叔 阿姨 这些 部分 凡是人 天同父 地同在 我们从对父母 延伸到对一切人 那 在做这些事 在做这些事的时候 心存着 孝敬 感恩 父母的心 第二呢 即使 汇报 这个延伸至一切人 这一句很重要 尤其我们是学佛的人 地藏菩萨 表的是 孝清尊师 观世音菩萨呢 是将这一份孝敬 延伸到 对一切众生 那就是 观世音菩萨了 一切男子是我父 一切女人是我母 真正的爱 是慈悲 假如我们这一份孝敬 只能对父母 对其他的人 不行 那就 可能只有 情感在里面了 不是慈悲 不是开发了 性德了 那我们 感受 感受 要安父母的心 在生活这些细节 就 注意到了 出必顾 反必面 不然到时候 父母都找不到我们了 出门前也没打招呼 回来也没讲 可能九点多就回来了 没打招呼 到了十一点多 父母还在那里等 等我们回家 就不妥当了 居有常 业无便 我们生活起居要正常 常常听到 老人家在担心 哎呀 孩子都睡得太晚了 都熬夜了 所以心连心希望 不熬夜 让父母不操心 业无便 学业 甚至于是事业 都要很稳健的 去学好 去学好 经营好 常常换工作 父母会非常担忧 事虽小 物善为 狗善为 指道亏 你常常做一些事 没有跟父母 禀告 这个后来又出了情况 那这样父母 对我们的担忧 会越来越加重了 就像 我们假如在当下属 什么事都制作主张 那这个领导者 他的血压会上升 哎呀 今天他不知道 又会不会 给我搞出什么 名堂出来了 那假如 这个下属 做什么事 都 懂得 出必顾 反必面 懂得请示 他不制作主张 那领导会觉得 哎 这个做事 非常靠谱啊 所以 一个 下属的行为啊 都会让 领导 对他 这个信任指数啊 是上升 还是下降 每一天 每一天 都在 变化的 所以我们的孩子 假如 这些 做事 应对 进退啊 都很懂得分寸 真正有人身 阅历的 领导者啊 一看到啊 一定是啊 格外的 爱护 栽培啊 为什么 人才 难得啊 现在具备这些 做人 做事 基础的 年轻人 并不是 很多 所以我们 能把七个吉时 透过自己 带动自己的 孩子 其实就是 让他以后 会遇到 很多贵人啊 我曾经 有一个朋友啊 他地藏经 都会背了 他也有一次啊 他要从 私立的学校 调到 公立的大学去了 那好事情啊 他回到家 还没答应 有这个机会出现了 很巧啊 我刚好去拜访他 他一开门 跟我说 我刚好在跟我爸爸 禀告啊 我的这个打算 你等我一下 我就 进他们家 他刚好 禀告到一半嘛 我就坐在旁边 观礼啊 他真的跪在他父亲 他大我五岁啊 跪在他父亲 面前禀报 他父亲说 嗯 很好 他才去 进一步 答应人家 我们在旁边看的 真的 树然起敬啊 接下来 长呼人 急待叫 人不在 急急到 你看一个孩子懂得 应对招呼 他的父母会很安心啊 这里提到啊 心存沉静体恤之心 真诚体恤父母 进一步体恤老师 体恤领导 第三 及时劝见 养父母会 言身自对一切人 清有过见死根 疑无色柔无声 见不入岳父见 豪气谁 踏无怨 善相劝 得皆见 过不归 道两亏 其实这一句 也已经告诉我们了 我们在五轮的关系当中 都有本分 要劝谏 对方 这五轮关系里面 我们都有这个本分哦 我们不能说 哎呀我不愿意讲啊 我不敢讲啊 我们要把义摆在前面啊 我不愿意啊 都把自我摆在前面 都不对了 一所单为 这是我应该做的 再难 我也要突破 那做及时劝谏呢 是心存恭敬 而且是成全父母的心来做的 那当然我们在劝亲戚朋友 都是不变这一颗成全的心 第四 及时回应 顺父母意 孝顺孝顺啊 为什么配这个孝字啊 很关键呢 我们能顺父母呢 我们那个普贤行 横顺众生呢 我们才做得了啊 那父母呼应勿还 父母命行勿揽 父母教虚敬听 父母则虚顺尘 这个都是及时有回应 那比方 长辈在教诲我们呢 虚敬听啊 在教诲我们过程 我们要试的 要有一个回应啊 不能讲讲讲 长辈不知道我们接不接受 而且我们嘴角又往下 没有往上 算了算了别讲了 他可能不能接受了 其实啊 我们都 我们说观心为要啊 都要在很多处事的 很细的地方啊 细节的地方 观照自己 当别人提醒我们的时候啊 人家提醒完 我们有没有 马上给他回应一下 谢谢你的提醒 这个都是及时回应啊 你回应了 其实说实在的 像现在这个时代 人家不愿意得罪我们了 还肯提醒我们呢 但是爱护我们了 那我们都没有回应啊 算了 下一次就别讲了 因为啊 不能跟人家结怨了 因为我们是要去极乐世界的 结怨了就变障碍了 随缘消旧业 不再造新阳 这个要及时 给人家回应一下 我讲到这里啊 我也是很惭愧啊 我有一个习气挺严重的 记得高中的时候啊 同学聚会 我迟到了蛮久的 结果一到啊 我就顾着又而言他 讲到其他的事 把我这个迟到的事呢 通通 这个好像没发生过一样了 结果我有一位女同学 她现在在美国 现在是导演 她就当面跟我说了 你迟到这么久 一个道歉都没有啊 就把话题都扯到旁边去了 你这个功夫实在太高了 后来我翻开那个孟子 孟子里面好像孟子在 刚好遇到梁慧王 那梁慧王是国君嘛 那孟子就提醒他那些 治国的重点呢 然后呢 这个梁慧王听听听就 哎呀 今天天气不错 今天那只鸟很漂亮 都没有回应孟子给他提醒的了 当然这个最重要的 这个面子太重了 好面子 这个面子对自己修行 障碍很大 好 所以这个 及时回应 心存 功顺反省之心 第五啊 及时参与 满父母愿 延伸至对一切人 亲所好 立位聚 胸道有地道功 兄弟目孝在松 极有能 物自私 能所能 物清之 昨天我们 有幸参加我们 明德国际学校开学典礼 我们老祖宗都是透过这个礼仪啊 礼乐结合 这些礼仪产生一种教化的力量 我们参与其中 这种对 古圣先贤 对师父上人 对老师的恭敬心啊 在这个礼仪过程 善根就引发出来了 所以师长常说啊 他那个尊师重道啊 他根从哪里扎的 就是他父亲啊 带着他去读师术 那个仪式过程可能才十几分钟啊 那个尊师重道的心就深深扎在师长的心中了 所以老人家能遇到台湾三个最顶尖的老师啊 就是他那个尊师重道的心 这都不是偶然的哦 我们看到昨天同学们都很有规矩啊 他们那个年龄啊 居然都还能坐得住啊 俘虏也 我比不上他们 他们那么小就 父母的护持 老师的教导 还有好的环境的 这个熏陶 因为遇到好多家长 听我们物装法师提到 每一个家长 这个都学有专精的 以前工作 都很有能力 这个负责 这个煮饭的 这个会计都是他负责的 我一听下来说 这个是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 难怪这个校长 说他带领这个团队特别感动 大家都非常投入 包含家长 都是为整个学校 都是为整个学校 奉献 这个应该全世界找不到几家了 这个叫及时参与 满父母愿 满老和尚的愿 满我们法师们的愿 法师们扛这个责任 真是不容易 这个物装法师的肩膀比我硬多了 他很敢抽 那这个就极有能物质师的 都把自己的能力奉献出来 我看我们汉学班的同学们也 这个都是分工合作 他们很愿意洗脑 我观察他们洗脑的时候 脸上都是欢喜的脸 没有翘着嘴巴的 这个赔福报 很难得 为大众服务 这个道场里面 一定会有很多成就的人 那他们服务了 就是供到阿维悦至菩萨了 这个福报挺好的 陈德当时候到我们学院学习 这个洗脑呢 差强人意 洗得不怎么样 不过也是印象深刻 因为那个国子很深 我后来有一个体悟 人生该干的事 跑到哪里都得干 跑都跑不掉 因为我在家里都没干活 家里上有奶奶跟妈妈 中有两个姐姐 我想干活啊 每一次我要动手的时候 我奶奶就来了 我奶奶一来 我妈妈就来了 我妈妈来了 我姐姐就来了 当然了 这个是把责任推到境界上面去 还是自己偷懒 假如那个时候学的弟子归了 这个年纪最小 也要懂得多付出才对 所以这里讲了 即时参与 要心存责任承担之心 第六呢 即时请教 掌养谦德 我们团体形成一种团体的氛围 不懂就问 不会就学 错了就改 在这样的氛围 年轻人就肯去承担 肯去尝试 不会怕做错 成特有观察 有一些领导者 能力特别好 跟他一起做事的人 压力很大 就很怕做错事 做错又被骂得狗血领头 最后就有点不敢做事了 所以一种氛围 对人心的影响 是潜移默化的 所以让大家都 不会就问 不懂就问 没问题 其实像我们从事教学的 学生问问题 很欢喜 因为他一问我们才知道他吸收的状况 才知道他理解到哪里 也才能检讨我们的教学 我刚刚那样讲解 他理解的不够 甚至他可能理解错了 我们才好更精益求精 那极致请教 事虽小无善为 心有疑 谁杂技 旧人问求确议 能清人无限好 得日净过日少 第七 即时确认 不认己见 我们可能有一个习惯 想当然 应该是怎么样 结果没有即时去确认 可能忙活了很多 最后白做了 所以这个 见未真 勿清言 知未地 勿清传 这个要及时 确认好 事物忙 忙多措 勿未难 勿清略 当然 心有疑 谁杂技 甚至于事情 我们沙盘 推延 哪一些环节 做一下 确认 这样 做事就更稳妥 事情也会做得更圆满 那在 应对事情的时候 我们说 甚于死 挺重要的 为什么我们现在 处理事情 常常会觉得 比较辛苦 比较累 因为忽略了 胜与死 这个事情一发展到中间 我们才觉得有问题 到时候 要进 跑进 要退 不能退 就很无奈了 所以 缘起 法界 一个缘分 一启动 它就开始发展 所以 一开始 就要慎重 对待 所以这里提到 是非以物轻诺 苟轻诺 进退 错 你一开始没有考虑清楚 答应了 最后觉得 自己实在 时间经历顾不上了 那就很尴尬了 很不好 进退了 好 这七件事 其实都是 做人做事的细节 我们能够 将这七个即使 越练越纯属 那真的 我们的孝 就落实在这些 生活的细节上 也真的会让父母 老师 领导 放心 好 我们回到 这个青年十二手则 一开始我们谈了 孝顺为奇家之本 再来 忠勇为爱国之本 我们敬忠 敬礼 我们敬待 民族英雄 林哲徐先生 他说 苟立国家 生死已 岂因祸福 必屈之 为了国家好 他自死身于度外 这是忠 那诸位 大德同修 我们现在 为传统文化 敬忠 我们有没有 生命危险 没有像林哲徐这么懒 那勇呢 勇于承担 比方 这个领导 派工作 给自己 自己觉得 自己这方面的能力 还不足 这个忠也是要 用理智来应对 不能说 领导派什么 我就做什么了 你可以适度的 一个沟通 但是领导 假如说 现在没人了 那没有人 哪怕我的能力 还不够 我抛砖引玉 我尽力了 就好 而且啊 用人做什么事 是领导者的 职权所在 我们当下属了 我们适当反应清楚了 我们要尊重领导的安排 所以青年十二手则里面有 服从为负责之本 下属假如都不服从了 那这个领导就没有办法 运作团体的力量了 那众因得果啊 我们今天不服从领导啊 以后我们自己做领导啊 人家也不服从我们了 好 所以啊 这个勇于承担还是蛮重要的 因为记得有一次啊 陈德也是跟师长有提到 自己能力不足啊 反映了一些情况啊 结果师长讲到没人啊 听到师长讲没人啊 我们接下来还要讲话吗 要说好事 继续承担了 当然师长也说 佛菩萨安排 自己不操心 那师长是看着大局的 老人家既然这么指导了 我们就安住当下去做 而且啊 我们服从了 安心了 都会有佛菩萨加持 人事的锻炼不可免了 我以前也是这些人事 也都锻炼得太少了 那 佛菩萨安排啊 一定会安排锻炼我们 比较弱的地方啊 不然就不叫锻炼啊 我从小啊 就被人家叫烂好人 你看烂好人 能不能处理好人事啊 都要接受锻炼啊 后来有一段时间锻炼人事啊 锻炼 怒目金刚 跟慈眉善目 是一不是二 要从这里入伯乐坊 当然啊 怒目金刚啊 心也不是生气的啊 这个 像我有一年教书的时候 面对四大天王啊 哇 那个不好应付的 结果呢 我指证他们的问题啊 指证到我自己流眼泪啊 被我讲的话感动了 那就不是骂人了嘛 所以最重要的 我们在一切境界当中啊 观心为药啊 我为他好啊 可是我们都已经发脾气了 这个不妥当啊 要发脾气啊 发脾气了就不要教孩子 真正你要教孩子 你一定要心平气和 的状态再去教 心平气和 责能言啊 所以这个修行路上啊 还得不挑境界啊 整个大局需要我们干什么 我们去抛砖引玉啊 我熟悉的我拼命做 重要的 我拼命退缩 不愿承担 那就在因缘当中 增长贪心 所以西游记说 九九八十一关啊 我给大家泄体 其中有一关 不挑境界啊 老儿上常说 你会吗 什么才是会修行 在境界当中 不分别 不执着 会修行 我们挑境界就有分别执着 在里面了 好 人爱啊 为皆悟之本 替别人着想 是世间第一等学问 信义为立业之本 这个都很有道理 他很有信用 然后义 义者 应该的 他从事哪一个行业 他都觉得 比方说教书 照顾学生 尽心尽力 我应该的 当医生 无微不至 照顾患者 我应该的 他一定是各行业的 状元才 义啊 他知道他应该做什么 而且很有信用 自古皆有始 名无信不利啊 现在电脑 这个 大数据啊 都是连通的 比方说 可能在 一些国度 你坐车 人家是信任你 可是你假如逃票 被人家抓到一次了 你就没有办法在 这些社会里出来 曾经有一个 企业家 他呢 跨行啊 看到那时候 证券业很赚钱 他就跨行去投资 一下子 亏了三十亿 台币 这个是多少年前 差不多三十年前的事了 结果呢 他亲戚朋友就跟他讲 你赶快跑到美国去 这些债务 你就不用付了 他说我要做一个 手性用的 最贫穷的人 很难得 他没走 债务全还清了 没钱了 结果啊 当时候大陆开放了 他就要去发展 因为他债务全还 所以当他要发展的时候 人家都愿意借钱给他 结果他去大陆之后发展的 比台湾大更多了 所以他说我花了三十亿 买了一张门票 进去大陆发展 所以他姓意为立业之本 后来啊 这个 我了解了一下 这个企业家小时候读过地址归三十经的 他还在自己的公司 给员工上地址归三十经的 你看人生都会有起伏 可是这些最重要的做人态度 会让他在人生低谷的时候 不会一败涂地 他会立足 他再有机会了 他就会发展起来了 那和平为处世之本 柔和直指 平等对待 心平即合 礼节为自事之本 礼 恭敬 要办事情 恭敬 节度 分寸拿捏好 不要过 也不要不急 能常常拿捏适中 不过于不急 这个人办事 人家很舒服 很信任 你看包含讲话 讲少了 可能人家不理解了 交代不清楚 讲得太多了 人家觉得太啰嗦了 这个节度 都要掌握好 服从为负责之本 勤俭为服务之本 你让一个人去办好事 服务好人 这两个特质很重要 第一个要勤劳 主动去服务人 要节俭 他不节俭了 你让他去办事 大手大脚的 把钱都乱花了 所以以前人才的两个标准 孝脸 孝有做人的基础 脸有做事的基础 因为脸结 他就不贪污了 脸结就不乱花钱 但脸从来也来 结以养脸 他有节俭的美德 他才能养脸 所以情俭重要 为服务之本 整洁为强生之本 不然环境很脏乱 无形当中 他的身体就受不好的影响 包含吃的习惯 都要讲究整洁 大家出门在外 要谨慎 李秉仁老师还跟老上说 尽量不要在外面吃馆子 我前不久才听到一个 同修很年轻 出国去玩 跟男朋友 还有其他朋友 四个人一起去 吃个东西 男朋友死了 哇 这真的是要谨慎 那当然事情发生 已经发生了 他说女儿 这个同修 还很年轻 二十多岁 睡不着觉了 太突然了 接受不了 我们学佛 心要柔软 要常能体恤 身边人的心理状态 这样我们就能很敏锐地 体察到 我们的家人 现在需要什么样的 安抚 引导 其实小孩子 他今天发生了什么事 都会写在脸上的 你父母的心很柔软 都放在孩子身上 就都能察觉到 他有事 你给他引导 可能被同学欺负了 你引导好了 他经一试就长一致 可是假如我们的心 都没有去体察到 慢慢可能一些事情 他理解不了 他那种开朗 可能就慢慢变成 比较担忧怕事 我是感觉 我们学佛 首先要体恤爱护 身边的人 净处不能感动 未有能及原则 我自己念初中的时候 我很崇敬的一个长辈 大仪仗 他人非常好 从来不发脾气 可是出车祸 当场就死了 我当时候才十三岁 接受不了 晚上睡不着觉 想不通 父母有没有体察到 父母当时候没有体察到 可能也是我比较 见到他们都笑笑的吧 但是确实有影响 后来是我自己想通了 可能他到更好的地方去了 所以其实 一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 他会面对很多人事的影响 包含生理识别 这些影响 我们能不能感受到他的心 你就会抓住那个机会 对教育点 你没有抓住啊 可能孩子的心已经产生一些负面影响 我们都没有察觉到 所以 随缘妙用 我们能实时体恤对方的心 不管发生的是什么事 你看像这一件事情 那么突然 男朋友去世了 这个女子的父母 假如懂得去护念他 其实 最重要的就是把他的念头 转移到 不能接受这件事 转移到 为男朋友 着想 生命没有死 你看这种 生死教育 就在这个姻缘当中 可以把它 很自然的带出来了 而且假如他的心态调整的好了 父母引导的好 他心态调整的好 有可能 他的男朋友 就在这个姻缘当中 在中医生当中 闻到佛法 说不定还有超度 甚至有往生的机会 可是当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 完全被 负面的情绪所影响 那这些好的姻缘 就发展不出来了 所以菩萨世德里面说 随缘妙用 重要 好 再来呢 助人为快乐之本 其实这句话很重要 正确的人生价值观 师长有一段很精辟的开示 真正的快乐 是从内而外的 现在社会的风气 他觉得找快乐都是什么 从外而 从外面 要找快乐 那叫刺激 这种快乐都有副作用 痛痛快快吃一顿 吃到回来吃药 喂药 然后熬夜 在那跳舞 跳一跳隔天 腰痠背痛 那个都是 刺激 刺激 把自己的烦恼 想不通的事 暂时不去想 透过这个刺激的方式 那个治标 不治本 而且治那个标 还延伸出 副作用出来 你在玩乐当中 有时候你的行为 又控制不住 可能会造下 罪业 甚至一失足神 千古恨 都有啊 而且啊 人生 要处理的事情啊 你一直往后拖 不去面对它 就跟 身体的病一样 拖越久 越难治啊 人世的问题啊 我们要 勇于去面对 有这个面对的心啊 佛菩萨加持得上啊 我们的祖先 加持得上 所以 助人为乐 从内而外的喜悦 父母俱存 兄弟无故 天伦之乐 孝顺父母是很快乐 很充实的 很踏实的 养不愧于天 辅不作于人 良心的快乐 得天下英才而交之 我们为团体 为社会 培养人 这个很有意义啊 最后两个 学问为 祭祀之本 有恒为 成功之本 当然这个学问啊 不是能被几句经句 叫学问啊 容得性情上的偏师 便是一大学问 就是我们学了之后啊 把自己一些性格的 零零角角磨掉了 这个是学问啊 消得家庭内的嫌隙 你家里 这个可能爸爸跟叔叔啊 五年没讲话了 透过你把传统话用出来 画干戈为玉婆了 家里的是 处理圆容了 和谐了 这一大精伦了 这真正的道德学问了 是真能办事的 所以格言连壁里面提到 治国精邦 为之学 治理国家 经营团体啊 这叫学问啊 安为定辩 为之财啊 什么是财能 这个团体 企业 出问题了 你来了 把它安定住 把它扭转乾坤 这有学问 有才能啊 我们要学这样的学问 跟才能啊 不是花拳绣腿啊 所以道圣和夫先生 他不简单 他白手起家 成就了两间 全球五百大 所以他是经营之圣 公认的 全球公认经营之圣 结果他 发现自己有胃癌了 心很平静 去到公司 把两间公司的人事处理好 显然 他早就长期培养人才了 无后为大 他培养好了 自己无常道了 很平常心的面对 处理好了 他出家去了 结果出家修行啊 没有多久啊 他胃癌好了 后来过了 后来过了几年啊 日本航空倒闭了 破产了 当时候 揪山游吉夫首相 亲自到道场找他 请他出山了 他答应了 还俗呢 哇 这个道胜和夫给我们表演 波乐 他离相啊 他没有执着一个出家的相 因为他这么一出来啊 就把传统文化 表演出来 把一个这么大的 这个破产的企业 用了四百多天 一年多一点啊 转亏为盈 一亿八千多万日元啊 这个是化腐朽为神级啊 他这个真的是 真正的学问跟才能啊 而且他还告诉 全世界的企业家说 这个是跟中国的老祖宗学的啊 好 所以我们学的东西 是真能处理事情的 师长讲经当中啊 常常跟我们讲 菩萨适得 这适得很好用啊 面对一切静缘 只要我们守住这四个原则啊 保证你现在所面对的缘分跟事情 都往好的方向发展 都在解决 而且都能解决啊 第一个 随缘妙用 因缘出现了 事情出现了 妙 妙在哪 妙在自己的心 不能起情绪 妙在心中有 南无阿弥陀佛 因为我们提起佛号啊 就不容易被烦恼控制住了 妙在心 能考虑 每一个人 互念每一个人的心念 帮助每个人提起正念 妙在都是成就每一个人 不跟你处理一件事啊 不跟任何人对立起来 再来呢 威夷住持有则得 师父讲了 以身作则啊 你在处理家里的事 或者团体的事情 关照我自己有没有 以身作则 一想到这一点 还不足啊 好多要下的功夫 在集中了 深教是言教的基础 所以有了 威夷住持有则得 以身作则 接着 柔和直直设身的言教 第四啊 普代众生受苦的 我们现在处理家庭 团体的事啊 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都要很有耐性 这个 纵使身子诸苦中 如是怨心永不退 这个也是代众生苦 佛法真的管用 大家假如遇到什么事 觉得这个菩萨仕德 用不上 我们可以讨论讨论 佛法有大用了 不可能不能处理的 首先我们要建立 对传统文化 对佛法的信心 最后呢 有恒为成功之本 华言经也做了一个比喻 提醒我们 如钻碎取火 我们要钻木取火 为热而溯息 钻的 那个热度还不能燃烧起来 我们就休息了 那前面钻的就凉掉了 火是水止灭 温度又降下来了 那不知道要钻到啥时候才能出火了 那个火应该有比较智慧的意思了 所以我们的努力都不能间断 所以这一段 所以这一段华言经的话 就提醒不能懈怠 你一休息了 前面的努力要退回去了 古人说三日不读书 面目可真 不持续经济 就退掉了 好 这个是跟大家谈 青年十二手折 都是做人做事的基础 那我们修身为本 教学为先 这个教字 左边是两个叉 下面一个小孩 其实就是以身作者的 我们修身为本 就是以身作者了 就是我们能教化 有了身教的基础了 那师长 在2016年 有一个很重要的开示 是传统文化老师 因具备的素质 老和尚 为什么会讲这一段开示呢 老和尚也是应激说法 应该是有发现 一些传统文化学习班 出现了一些令人忧心的状况 影响到一般人 对传统文化的观感 和信心 而这些问题 往往跟传统文化老师的素质有关 那这些负面效应出来 老人家得要提醒大家了 俗话有讲 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要建立信心不容易 要怀疑 要丧失信心很快 所以我们图文八进宗学院 就太重要了 要看宗教团结 这是全世界的榜样 这榜样立住 大家的信心不退 包含我们现在 办明德国际学校 将师长的理念贯彻 办好了 给全世界一条龙信心 哇 那这功德无量 当然诸位老师听完 不要觉得有压力 我们不有压力 有动力 这叫转念 因为有压力 对自己没好处 把它转成动力 尤其师长有一段法语 成德供养大家 因为在2019年2月15号 因为隔天 师长要回香港 前一天晚上 在极乐寺法 干部 还有出家人都 找进来谈话 我有事交代你们 当时出家人 是开极法师 跟成德 老师上讲了快一个小时 从头自尾就讲一件事 一条龙很重要 那大家看得出来 我比较容易激动 老师上一谈完 大家一站起来再收椅子 我就很激动的 跟老师上说 弟子愿意承担 结果老师上接着说了 不是你承担 是佛菩萨 祖先承担 你把心用对就好了 这句法语 对自己帮助很大 不是我承担 这么大的事 我承担 就被压扁了 我们身体借给佛菩萨用了 真的 这不是人干的事 佛菩萨 祖先承担了 我听了那句话以后 我的驼背有改善一些 压力没有这么大 然后呢 觉得好像变轻松了一点 为什么 因为简单了 因为师父给我的指导 那我只专注一件事 你把心用对就好了 所以我现在负责的事 可以多 但是我不搞复杂 我只要把我的心守好了 我在应对每一件事 我的心一对 这个事就要对的方向走了 所以我变得不怕事情了 事情该我们干的就干吧 当然不能乱开空投支票 也是要是非以物情诺 狗情诺 但是不会怕事情了 所以师父的法 妙法 好用啊 真的我们马上把它放在心上了 身心有很大的帮助了 那师长都会应急忽念我们 那我们在面对姻缘 不能太激动 你包含你当父母的 要给孩子找学校啊 我见过好多父母啊 那孩子都换过四间五间学校了 我们要体恤孩子的心啊 他年龄那么小啊 你换换换也都没有给他讲清楚 他换的都 心里都积了很多不理解了 那因为激动啊 这个学校的情况 你不清楚就把孩子安排进去了 又觉得不妥又拉出来了 包含办学的人也要慎重 佛法讲缘分啊 这个孩子 他的家庭 他的父母的认知 跟我们相应 你收这样的孩子啊 你收的孩子不相应了 到最后还 你自己的办学方向啊 都受影响了 所以佛家讲 这个不能攀岳的 这两个是 挺重要的 这个都要胜于死 那师长具体指导 其实也是让我们所有 在做传统文化的 老师们 要用这些来观照 老人家让我们 以释迦牟尼佛为老师 以孔夫子为老师 所以 学释迦牟尼佛 不贪 不撑 不吃 不慢 不已 我们老师的心中 有这五个习气啊 那要教好学生 不可能 孔夫子的 温和 善良 恭敬 节俭 礼让 谦让 以这十点 我们来修养 自身 师长讲到不贪 那我们要 隔除自己的物欲 我们前面跟大家 讨论到了 放下十六个字 是老和尚 对我们隔物 非常具体的指导 第二提到 放下撑 那常发脾气啊 把怒气发在学生身上 都会伤害到学生 的人格 内心产生阴影了 所以要 尘分 自愈啊 要不迁怒 这个都是 易经啊 论语的 教导 发生事啊 应该要 行有不得 反求 诸己啊 所以 其面我们要有爱心 要有耐心 应该采取啊 关怀 鼓励 避免对学生身心啊 造成伤害 的言语 与行为 好 那要有耐性啊 才不容易发脾气 不厌其烦啊 开导学生 给予学生充分的时间 去消化 吸收 提升 做老师的人啊 最忌讳 急于求成 最忌讳 互相攀比 如果传统化老师 落入这样的执着当中啊 就很难保持平衡的心态了 就很难避免思想言行 落入偏差了 就会给学生不必要的压力 与要求了 师父教得很具体 接下来放下 愚痴 我们都随顺 佛菩萨教诲 恕而不作啊 来教导 所以学习的次第 师长这里都有指 举三支经 来指导我们 所以从圣学根之根学起 再来是 诗书 五经 之后才是寻书之药 而且当老师不能执着 学生一定是走什么路 因为行行出状元 我们不要出现太严重的执着点 第四放下傲慢 傲不可掌 论语说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 使骄傲且令 其余不足观也已 有很好的才能跟办事能力 可是只要有骄傲 令色 那他成不了事了 所以这个傲不可掌 那师长这里有提到 七不折 七不折 这古人都是这么做的 孩子有错 我们要指证他 都要避开这七种情况 我们随着这七种情况 也关照我们自己 这个不只是对孩子 应该是对一切 众生都应该是这样 第一 对众不折 在大听广众之下 不要责备孩子 要在众人面前 给孩子以尊严 有时候我们这个傲慢 称慧忍不住就出去了 我小时候看 寸目惊心的景象 在巷子当中 那么多人在旁边 拿着棍子 打自己的小孩 然后打到 那棍子都碎掉了 还在打 你说这个打完之后 他的儿子走在这个巷子 头都是滴滴的 自己回想 父母没有对众 当面批评 批评我们 我没有这个记忆 第二 溃毁不折 溃是惭愧 假如孩子已经自己的过失感到惭愧后悔了 大人就不要再责备他了 我们有听说 孩子都承认错了 老师还打得很凶 还在那里强调 棒下出孝子 你说这些执着点产生了 那好多孩子的心灵都受到很严重的伤害了 第三 暮夜不折 晚上睡觉前不要责备孩子 这个时候责备他 孩子带着沮丧失望的情绪上床 夜不沉眠 睡不好 恶梦连连 我们父母老师的爱情表现在哪 随时能体恤到他的状况 他要睡觉了 不要责备他了 饮食不折 正在吃饭 不要责备他了 这个时候责备 孩子的脾胃 就受伤了 虚弱了 第五 欢庆不折 孩子特别高兴的时候 不要责备他 人高兴的时候 经脉处于畅通的状况 如果忽然被指责 被喝斥 经脉就会马上堵住 这会内伤 对孩子身体的伤害很大 我们有时候脾气上来的时候 根本都没有体察到这些状况 第六 卑忧不折 还是心情不好的时候 不要责备他 第七 疾病不折 还是生病的时候 不要责备他 生病是人体最脆弱的时候 此时更需要父母时长 关爱温暖 这比任何药物都有疗效 所以这个七不折 的骨训非常重要 我们做老师父母 铭记在心 其实对一切人 我们也要守住这个七不折 实时体恤对方 这个就是人情事理 体恤人心 前几天跟大家推荐 隔岩别路 红一大师 从隔岩连币里选出来了 其中有一句讲到了 工人之恶物太严 要施其堪受 我们指证孩子 指证学生的错误 不要太严苛 有时候太严了 他听到他信心都丧失掉了 你要考虑到他的承受度 不能都是 我为他好啊 你都体恤不到他的状态了 教人以善物过高 当使其可从 你能体恤到他的状态程度 寻寻善诱 协助他上来 不然你要求很高啊 他根本达不到 就退失信心了 好 这个是放下慢 还有放下疑 尤其从事教学 人之处性本善 我们不怀疑 我们真不怀疑了 我们面对学生 都传递那种 信任的一种能量给他 孩子就会在我们 信任的眼神当中 建立信心 不断成长 包含 对古圣先贤 指导我们的教诲 也不怀疑 所谓 所谓 读书千篇 奇异至现 这种古法 我们不怀疑 有榜样 给我们信心 刘树荫老师 他读诵无量寿经 很多年 智慧开了 都能讲解经典 讲解无量寿经 当然榜样多多益善 不过我讲这个的时候 有点底气不够 应该先让自己干 好 新年新希望 今年我要好好多读一点经 好 这个是师长 指导我们从事传统文化教育 应该具备的数字 那我们教学为先 师长提了十个教学为先 安身立命 教学为先 创业新家 教学为先 现在 法者 正法 万事生灵之眼目 你没有法 他是非善恶 都没有办法分辨 所以开笔智慧眼 他才能获得光明生 所以我们要为众开法杖 诸位同修 你们从除夕开法杖开到今天 成果怎么样 不错 掌声鼓励一下 这个我们要跟老和尚学习 老和尚只要接触到大众 他一定把佛法介绍给对方 陈德有一次 是在人民大会堂 师长捐了一笔善款 给少俄基金会 这个活动结束完 请来宾吃饭 我印象很深 在蒙古厅 蒙古厅可能是蒙古是大草原吧 那个房间特别大 桌子很长 老和尚坐在中间 那些来宾都是记者 都是身份地位很高的 结果一坐下来 每个人各讲各的话 老和尚就对着对面的人 开始给他讲佛法 讲讲讲 过了没多久 没有任何人讲话 全部都看着老和尚 那种慈悲希望众生 闻法受益 那种真诚感通 这些都是有头有脸的 不是那么容易听人家讲话 那我们有幸看到师长 这种法供养的表演 那我们珍惜这个因缘福报 我们有机会 效法老和尚 为众开法障 好 所以 没有法 现在人 心有千千结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所以他要明礼 礼得 心才能安 所以要建国君明 要成就礼益之邦 要稳定和谐 要国风明安 要太平盛世 长治久安 诸佛暴土 极乐世界都是教学为先 因为都是人心的问题 人心只有透过教化 他才能转恶为善 转谜为物 转凡成圣 好 那今天时间到了 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大众请起立